消息指,房委會將會清拆附下四棟工廈 多個租戶面臨搬遷 在長西環、弘昌工廠大廈的竹製蒸籠廠是其中一個 莫曉璇和老闆聊過 開一間酒樓酒家,你沒有蒸籠用,根本開五成 人手做竹籠這種傳統手藝,在香港日漸色味 這間竹籠廠,杜先生一家人經營了五十多年 1995年搬來這裏,由房委會興建的長西環、弘昌工廠大廈 在兩層開設二千多呎的廠房,主力供貨給本地酒樓 租金比較平穩,和交通方便 我貪他這裏,政府工廠大廈就說 你不犯規條,他就不會趕你走 到八年前,政府計劃將工廈改為休息用地 租戶開始擔心要搬走 杜先生連同工廈其他護委會成員,當時去過承規會抗議 張炳梁那時在梁顯利,一個房屋長遠發展委員會 他都叫我們的廠戶,他說用心做 他說除非幾十年後,沒有人租來用了 那時政府才考慮拆 但這個承諾最終落空,房委會近日建議清拆弘張工廈 租戶18個月內要搬走 可以選擇競投另外兩棟房委會工廈的空置單位 或者接受15個月租金的賠償 如果找地方重新搬遷,再租,再投入生產 基本上都不夠開支 我肯定不想拆,因為我差不多這裡屬於我的第二個家 在這麽困難的時期,提出了要遷拆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廠房二千年初,有三成的竹籠訂單都是出口到歐美和澳洲 但隨著內地製造的成本低了 很多外地客都轉了去光顧內地的廠房 現在出口的訂單只剩下不夠一成 除了長沙環雲窗 另外三棟房委會工廈,九龍灣葉安 火炭瑞輝和葵聰葵安工廈都要拆 據了解,房委會策劃小組上個月通過 重建這四棟大廈的可行性研究 認為改造發展房屋技術上可行 房委會商業樓宇小組下星期一開會討論 清責安排 有線電視記者莫曉璇報導